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希望之称国际广播电台金松时段 由琳达为您送上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时事小品 最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又成了新闻的焦点 他在9月10号宣布交班的当天 他的支付宝正式被党国收编 小王你知道这周最引人关注的新闻是什么吗 那当然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 淘宝网支付宝的创始人马云辞去董事局主席职务的新闻了 没错 马云宣布将于2019年9月10日起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 届时由现任集团CEO张勇接任 交班后 马云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董事 直至2020年股东大会 同时马云将继续担任合伙人 这位中国著名企业家的辞职方式还真是颇有特色 算得上是花式退休组合了吧 马云绝对不只是辞职方式颇有特色 就连他的命运想必在中国企业家中也是颇有特色的 这话怎么说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 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这些年有不少中国企业家在各种政治斗争中被逮捕 判刑就可印证这一点 所以在要钱还是要命这种选择的紧要关头 聪明的马云选择了要命 就像他经营电影《武功手道》说出的那句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看来他可能会改写中国大陆富豪榜即使杀猪榜的魔咒了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在风 什么意思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最近沉浸了一段时间的五毛 老粉又为一件事热血沸腾起来了 开始各种高喊厉害了我的国 你说的是近期被称为史上最牛的中俄军演吧 就是这次被誉为东方2018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 此次军演据俄方称有30万官兵 36000辆军车 1000架飞机和80艘军舰参演 中方也将派出巨西史无前列的3200人参加演习 尽管在几十万的俄军队伍里中方的3200人只占1% 可依然有喉舌媒体激动喊出我们不是去敲边谷和充当配角的 我们是俄军战略构想中的自己人 真是佩服党媒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厚脸皮 还有比后脸皮更可耻的呢 就是在俄罗斯举行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的同时 普京在海参崴举办东方经济论坛 中共竟然派出最大代表船前去捧场 要知道海参崴可是中国领土啊 是啊 海参崴原是中国领土 满秦时被俄罗斯强占 但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那个屈辱条约 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却承认了把海参崴画给了俄罗斯 而俄罗斯为了羞辱中国人 把海参崴改名叫弗拉迪沃斯托克 俄语的意思是东方征服者 不是说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 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吗 怎么一遇到俄罗斯就犯怂呢 所以啊 就不难理解党媒喉舌对中国军队受邀参加俄罗斯军演的受宠若惊状啊 当战狼遇到北极熊就秒变乖乖猫了 哎你知道吗 最近啊有个挪威人上了中共的黑名刀啊 是吗谁啊 易普生 啊 就是那个一百多年前挪威去作家易普生 怎么 他穿越转身来中国了 你说你这个穿越剧演多了 不是 是他的作品来中国演出惹中共不高兴 被纪免了 据报道啊 挪威剧作家易普生写于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剧作《人民公敌》 最近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时被要求修改剧本 并删除部分剧情 最后啊 导致剧团在南京的演出被取消 这也太敏感了吧 《人民公敌》我看过呀 没啥反动内容啊 这个剧好像只是通过一起污染世界来探讨民主的利弊 但诸所周知啊 在中国不是民主的利弊问题 而是民主的永无问题 民主话题本身就是个禁区 由于害怕人们看后联想 并意识到原来共产党才是人民公敌 所以被惊演 啊 还有这么对号入座的 那下一步要是在中国讽刺希特勒 会不会坐牢呢 照目前这个趋势 早晚有一天 在中国你妈任何一个反人类的坏蛋 都会刺痛他们的玻璃心 噓 不能说反字 近日一个中国大陆名为反骨的地下摇滚乐团 就是因为乐团名字中有个反字 被有关部门勒令改名 否则不能演出 无奈 乐团临时改名为正骨 正骨 听起来这乐队不光是改名了 好像也改专业了 网友曾分效仿这一原则 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 如反光镜改名为倒车镜 痛苦的信仰改名为社会主义信仰 北京暴徒改名为朝阳群众 反腐败改成正腐败 刚才为您送上的是系列时事小品 新闻串串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